現在我們來介紹外野手這個位置所需要使用到的器材 在外野手的部分我就不特別建議你一定要戴上鋪打蓋 因為你的跑動的距離非常遠 如果你有戴上鋪打蓋的話 總是會比較對自己的跑步有些方案 再來外野手上面他所需要的手套 我要跟各位特別介紹一下 外野手的任務因為他的防守範圍是所有野手裡面最大的 三個外野手左外野手中外野手以及右外野手都是一樣 有時候都需要跑到很長的距離來接鋪一顆球 因此為了增加接鋪到球的機率 他需要的手套是比內野手大比較多一點點的 那麼他的尺寸大概是12吋半以上到13吋 這是為什麼呢?因為外野手在跑動長距離之後要接著補到一顆球 因為我常常可能還會差到半步的距離 因此如果你的手套比較長 你就有機會去接到差一點點的球 那麼來完成你的手背任務 因此我們的外野手手套可以看到是非常大的 比起內野手比起頭手都是很大的 那麼大家可以看到手上這三個外野手手套 我現在拿出的這個叫雙十字 雙十字 這是外野手的基礎手套之一 你可以選用這個球檔 再來 再來 就是 牛舌兵檔 這個長得像一個橢圓形的長條狀 這個就是長得像牛舌兵 所以我們通稱他叫牛舌兵狀 這個手套他是很有拿力的 這個球檔最早是由林牧一郎來使用的 那目前 也廣泛使用在棒磊球運動上面的人 來選用這個球檔作為他們外野手手套 第三個就是我們基礎的 非常基礎的 T字網 T字網 有一個T字的牛皮 當球檔之後呢 旁邊邊上網狀 這就是傳統的T字網 那麼 當外野手的話 可以有這三種球的手套 讓公里來選擇使用 來完成你外野手的手套 所以為甚麼 散接受不了 從未來更多的 是 是 財源人 cul神的 所以 是